I'm just singing cause it's over 崔永元再出手!力挺范冰冰的现役军人被揭秘,原来这就是黑白两道。 最近要说哪部电影最火,当然非手机2莫属了,一部电影引出一段崔永元与冯小刚15年的爱恨纠葛,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崔永元本是为自己捍卫权一发起的维权却变成了打架。 虽然电影还没上映,但是前期的宣传已拿出了大手笔,更抛出了大彩蛋范冰冰,事件发酵多日,崔永元却一直处于孤军奔战中。 时至今日也只有包括原力在内的寥寥几位艺人发声力挺,直到日前终于得到了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的鼓劲, 时到如今在调查结果出现之前更多人最关心的莫过于崔永元的人身安全,这其中最感谢的莫过于那位现役军人飞行员。 事件发生几天后,对于崔永元的几次开火,尽管范冰冰在第一时间出面否认崔永元所言纯属无稽之谈, 但是显然网友并不买账,始终站在崔永元的一方力挺不已,对于范冰冰的独目难知,让人诧异的试刷粉红频频席卷热搜第一的李晨却始终没有发言。 不过不要紧,这个男人站出来了,名为国际式飞员自称现役军人的他第一时间站出来力挺范冰冰, 不仅使用各种不当言词狠批崔永元,甚至放言黑白两道而你都不是个。 面对此现役军人的不当言论及人身威胁,崔永元也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表示并不惧怕正义虽然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事后没多久,该名现役军人真实身份直接被曝光,几天后,崔永元再次出手。 力挺范冰冰冰的现役军人被揭秘,恍然大悟。 原来这就是黑白两道。 原来该名现役军人不仅冒充军人身份力挺范冰冰,而且跟两位老朋友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是三人组, 三人关系非常好,曾经一起合作过某飞机众筹项目,恍然大悟的网友终于明白,物以类巨人以群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